先去駕環房 先去駕環房 你剛才說不行 我剩下這樣好不好 剩下不行 貨車停在自家門口 屋主不滿司機沒有熄火 排放廢棄長達一個鐘頭 上前理論卻爆發激烈拉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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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自家門啊 你出來 出來 出來啊 有什麼出來 你出來 你出來 重回事發現場 自家門上的紗窗 被打破一個凹洞 拿出驗傷單一看 女兒還被棍棒打傷 左臉頰擦錯傷 腹部遭到撞擊 到現在隱隱作痛 也讓做父親的 實在好心疼 就打了冷氣在那邊 打了將近快一個小時 跟他講說 你怠速 你三分鐘 你要不然我都 聞到你的廢棄 就那個年輕人拿鐵條來 要找我算賞 還罵三思君 當時貨車司機 站在門口理論 司機的兒子跟老婆 也登門幫槍 屋主好說歹說 但對方就是不聽 只是臨時停車環保署 早就規定 停車熄火 以三分鐘為限 超過就得開罰 機車一千五 汽車是三千到五千 一家人火爆動粗 打傷人 屋主已經到警局備案 未來不排除提告 記者劉志展楊文欣 桃園報導